著名的冯夹夜市又传出了二煞当街打人的案件了 学生口中的便当街 有五个二煞拿着伸缩棍 痛打了两名从网咖离开的男子 而且专挑对方头部猛K 还好受害者呢 是骑着机车戴着安全帽 否则的话伤势会更加严重 而目击的民众全都看傻眼 被打了两个男子被紧急送医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一前一后 两名男子在晚间十点多从网咖大门走出来 戴上了安全帽要离开 正当后座男子准备上车时 状况发生了 只见一群少年手持细长的棒子 靠近网咖大门口 接着不明就里先痛打机车骑士 虽然只有安全帽保护头部 不过骑士的身体却无法幸免 至于准备上车的后座乘客 无路可逃 被逼到网咖大门口 也惨遭袭击 因为好像大家都没有看到 因为已经很晚了 都已经十点过后 对 基本上这边十点 大家都关的差不多 放大画面看得比较清晰 少年手拿的戏场棍棒 疑似是伸缩紧棍 长度变长后直接打人 这群少年有三个人手持伸缩棍 其中一人观望后拿水桶砸人 还有一个人在现场推挤 至少误人心胸 这是频道 为什么 第一次频道是 就是打架的话是第一次频道 人来人往逢甲夜市 学生口中著名的便当街 在晚上十点过后 上演这样的围殴画面 两名被害人宣称不认识动手的少年到底是谁 尽管受到轻伤 不过内心恐惧已经报警处理 中期总中部综合报道